哈哈哈哈 幼儿园小朋友开心的把球放进炮台造型的邮居里 就可以发射出去 还有灯塔造型的溜滑梯 这个好玩的地方就位在中正区公所楼上的中正室内儿童乐园 炮台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他是怎么玩再说一次 把球丢进去然后他会整个碰出来 哇 大炮 哦 为什么 他会发射球 哦 你刚刚一共发射了几颗 十 五颗 为什么要玩溜滑梯 溜滑梯 为什么 因为很好玩 球池 球池 为什么你觉得还不错 很好 因为要有溜滑梯 季七堵信义之后 游市政府打造的中正区室内儿童乐园正式接牌营运 特别以中正区鼓起砲台和海岸风光的特色来设计游据 相当有特色 3 2 1 开幕活动中 社会处长杨玉昕 民政处长张渊祥 中正区长郭鸿章 及市议员吕美玲 市议员张浩瀚 市议员蓝敏黄秘书蓝士昌 及市议员许瑞茨秘书蔡依凯 跟中正区的多位里长们 都到场与小朋友同乐 推荐这处亲子玩乐的好去处 中正区的儿童乐园 真的是符合我们当区的 特色因为和平 因为那个炮台 就是我们中正区最多的 而且呢他三海都连在一起 所以我在想小朋友 来到这边的话 一定不想回去了 今天节目又更好 为什么因为最近都是下雨 我在想非常非常多的 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 一定很愿意带着小朋友过来 那未来呢也一定非常的愿意 因为啊这个地方是既安全 然后呢又是非常新奇的 所以呢我感受得到市长的用心 真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今天非常开心喔 然后能够来参与我们中正区 室内儿童乐园的一个街牌的一个仪式喔 那我想金融市是一个多余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城市 那其实儿童蛮缺乏 所谓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非常感谢谢国王市长 在他上任之后来积极地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出来 那当然我是希望说除了室内儿童游戏场以外 我们在这个儿童游戏场里面 只能接收到一到六岁的儿童来做使用 那未来可以增加我们更多户外儿童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空间 让不同的年龄层的儿童都可以享受到真正玩乐的一个乐趣 而在今天落成的这个时刻 看到这么多位里长区长还有工作伙伴们 大家一起共聚一堂 都是代表着我们有爱城市里面一个新的展现 一个新的空间 我们国梁市长在一上任的时候 他就立刻指示我们要建设部件七区都有室内儿童乐园 让所有的儿童有机会能够在炎热的酷暑的时候 夏天很热也没有办法在外面太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秋冬又是多雨 那么我们一定要开阔更多室内的空间来提供给儿童 市府表示中正室内儿童乐园开馆时间 为平日每周三到周五即星期六日 欢迎民众透过线上预约或现场排队 来体验这座室内儿童乐园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非常好 保留 多室内儿童乐园 提供